惊险直击 先来看到的是在新北市泰山有休旅车 准备要右转开进去社区停车场 没有想到这时候突然有机车从右侧超车 结果发生了碰撞 骑士惨衰倒地骨折 这才发现原来它是酒驾 而另外呢在新店有万送员 骑车要离开商城的停车场 疑似是想要抢快 结果当场呢差点就被升降杆给打倒 绿灯一辆大家才刚起步 骑士硬要超车 结果当场撞上正在右转的黑色休旅车 这一转机车倾斜卡在休旅车车底 骑士则是整个人倒地骨折 不过警方到场却在他身上闻到浓厚酒气 2号傍晚6点多 驾驶行京西北市泰山路二段 准备要开进右侧社区停车场 已经放慢速度也打了方向灯 后方骑士却突然加速 竟然是从右侧超车结果发生碰撞 骑士摔断腿不缩 酒侧值还达到0.24 除了设犯公共危险罪被送半 酒驾上路违反倒交条例 还得面临最高9万元罚还 并扣车掉扣驾驶执照一至两年 惊险场面还发生在新店一处商城的地下停车场 骑士要离开后方外送员 抢快跟上来结果下一秒残了 碰得好大一声 伸降杆往他头上很砸 整个人吓到抖了好大一下 还差点摔车跌倒 就是赌一把的心态吧 就赌不会被抓到 不管是不想缴停车费 还是一时恍生争目 实在好惊险 记者王景邦王家新北采访报道